存款長久賺美額,還可以有社會回報? 可持續銀行是甚麼呢? 大家好,我是Johnson 我是Serena 以Johnson,前陣子政府派了一萬元 我接下來也要入存款快到期了 但我未想到之後筆錢的拜邊 你有沒有好建議?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選擇哪一間銀行存錢 都可以影響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其實存款入銀行,就好像借錢給銀行 銀行就會把錢再借給其他人 雖然我們是一般市民 但都可以發揮我們的選擇權 了解銀行借錢給甚麼人 為環境、社會出一分力 即是我們可以看看 銀行究竟有沒有借錢給一些保護環境 或者促進社會發展的項目 或者是借錢給一些有負面影響的項目 例如說加劇全球暖化 或者聘整同工的公司 對呀,尤其是近年氣候變化帶來不同的天災 大家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意識也越來越高 銀行都見到這類市場需求 以及了解到他們自己的責任 銀行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因為要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環境和社會問題 需要龐大的資金 而根據聯合國估計 要達到消除貧困、飢餓、應對氣候變化等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全球每年要投資5至7萬億美元 但現在至少差2.5萬億美元 而銀行正正可以引導資金去填補這些缺口 對呀,香港現在都有銀行推出了一些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存款產品 為一些有環境和社會效益的項目融資 例如可再生能源 或者一些高能源效益的建築項目 Serena,你又知不知道 除了對於社會的愛和責任之外 還有甚麼驅使銀行去關注環境和社會效益呢? 我知道,其實銀行關注環境和社會問題 不只是做善事那麼簡單 而亦都是風險管理的一環 就好像說,隨著對碳排放的監管越來越嚴謹 如果銀行還借錢給一些高碳排放的項目 風險亦會相對提高 甚至有可能帶來壞進的風險 沒錯呀,又或者說回現在的新冠肺炎 有評級機構估計單單是今年的疫情當中 銀行業就承受了大約1.3萬億美元的貸款損失 以未來隨著氣候變化 旱災、水災、以至流行病的風險都會不斷上升 所以銀行就更加需要做好可持續發展的風險管理 而我們亦都可以留意 全款銀行有沒有出一分力 嗯,就好像成語集役成球那樣說 只要我們每個人改變一個決定 就可以幫到手 引導一些全球最重大的場面危機 如果政府可以透過適當的政策 推動銀行這方面多些發展 令到市場更加成熟 那我們就可以有更多選擇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綠色金融的資訊 就follow我們的social media 啦 啦 對阿